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规定当中有没有发现传统时代观念的特点 另外这个规定感觉合理吗 如果感觉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话 各位认为具体上哪一个地方不太合理 那我想请圆林助教的意见 首先第一点过去传统时代的观念 可能会认为说 张力之子或者是在嫁私情妇女 宿孽子孙 这些都是所谓的错误的 那这些错误也有所谓的层级之分 像张力的话是他的儿子不行 但在嫁私情妇女则是会到达孙子 那宿孽刀则是呆呆子孙都不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样子的观念 跟我们现在的观念是有非常大的落差 现在可能认为是没有错或是没有罪的身份 在当时却是认为是有错有罪的 那至于是否合理的话 可能就要看当代的价值观的角度 怎么去看待这些规定 那竟然被写入理点里面的话 代表说当代的价值观就是如此 那我们如果以现代价值观去看的话 所谓的张力之子在嫁私情妇女 那或是宿孽子孙 这些都是很不合理的规定 是 好那我想再提供一个思考的线索 那我们觉得这个犯罪永不虚用者 但是他犯的罪非常严重的罪的话 他当然大概不要让他参加科技考试吧 那张力的儿子不允许参加科技考试的这个内容 再思考看看 张力的儿子的话 应该张力影响到他的儿子吧 所以如果你有这里有两个孩子 一个他的父亲很严重的战力 那另外一个他的父亲非常好的 他当官的时候做得非常好 很青年的 那我们推测哪一个人比较好 哪一个人当官的时候比较好 也可以说这个跟父亲没有关系 他们两个都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做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这么回答 但是我们其实很多人这样心里头这样想 应该这个坏父亲影响到孩子 所以既然这两个人当中选一个人的话 另外一个父亲这个家庭环境比较好的孩子更好 但是也有这种思考 这个近代以前 比如这个朝鲜时代 因为家庭环境非常重要 因为没有其他的环境可以说 孩子出生以来一直在家里成长 不会中间到了八岁就上国小 到了几岁上国中这样子的 所以当时的话家庭环境非常重视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那我们以前的中国有天地人 这个世界有三个因素 有的时候人可以参与天地的工作 就是天地要产生人 然后养成这个孩子 但是我们人也可以参加 产生孩子然后养成孩子 养成人在的这个工作 所以目前的社会的话 如果你父亲是葬礼 但是这个社会还给这个孩子机会 你可以不受不好的影响的机会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一起培育这个孩子的话 他可能从父亲的快影响自由 那如果在家是新妇女 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不好的影响的话 我们社会可以拿这个家庭的孩子来养成更好的人才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没办法完全否定他家庭环境对这个孩子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把这个家庭环境不好的孩子 把他不受影响 坏影响 然后给他好的影响 这样子的话这个社会能够养他成为更好的人才 所以目前的话 家庭环境不好的孩子 他无法成长到好的大人的话 这个责任不只在于家庭 这个社会会有责任的 所以我们看看近代以前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也要发现 那个当时的这种规定 虽然对他们来讲合理 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不能批判 只批判他们 我们可以导出更好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欣赏历史资料的一个很大的兴趣 好那再回顾症状吧 现在十七世纪我们在这里谈朝鲜的士大夫时代 那我们谈人之间之前先要观察一下当时的情况 当时的环境 因为这个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非常重要 一样社会的环境一定要观察 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个朝鲜周围的环境的话 也对朝鲜里面的内容也我们的认识不是很恰当 所以先观察一下 16世纪到17世纪 东亚有发生什么样的事件 韩半岛左边有中国 右边有日本列岛 所以韩半岛的历史 受这两个方面的国家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那先看一下中国当时发生什么样的事 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原定主教 你简单介绍一下 那个时候正值明清顶和时期 那那个时候所谓的女真人的首领 如果她是建立了大金 然后开始渐渐的扩张她的势力 那这个时候后来到皇太极的时候 就改为大清 然后最后大清就取代了大武 对 然后在日本列岛方面 封城秀吉他完成国家同意 但是不要混乱 当时的统一不包含琉球跟下一地 现在的北海道 然后她马上梦想假到朝鲜 经历明朝 她这样宣布 然后入侵朝鲜 但是中间她并摆 然后身亡 所以自然而然结束这个战争 然后1603年的时候 德川家康在江湖建立德川政权 这样结束他们的战国时代 或者安徒陶山时代结束了 韩半岛的情况 它16、17世纪的时候已经经过几百年了 一开始1392年 李承贵建立朝鲜王朝 然后200年以后 中国跟日本的情势 就是影响到朝鲜 导致朝鲜面临四次的半国危机 其实很多人说三次 但是我想在这里区别这四次的经验 封城秀吉 一开始1592年 仁称年入侵 然后中间朝鲜朝廷 请明朝派援军 所以暂时停下来 然后明朝跟日本之间 弹劾 但是最后没有得到结果 所以1597年再一次入侵 那1592年的样貌 跟1597年的 他们入侵的那个 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想在这里也两个分开讲 然后呢 后今 16、27年 再来 侵略朝鲜 然后清朝建立以后 1636年再一次侵略 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朝鲜受到四次的外国侵略 1637年人主投降以后 朝鲜的侍子 就是黎王嘛 黎王 侍子 他被清朝抓网 沈阳扣留 战败以后的朝鲜 那时的情况 情况非常不好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 面临围王之际 朝鲜 四大福他们 要找到这个国家的活路 所以17世纪 如着他们的这个做法 我们在这里观察一下 先介绍一个人物 是谁呢 就是刚才提到黎王 黎王 是 他是人主的长子 人主的第一个孩子 第一个儿子 然后孝宗的哥哥 但是人主下一代的是孝宗 所以我们发现 朝鲜狮子 他没有登记 他的弟弟是登记为朝鲜国王的 那这边看 他的母亲是人列王后韩氏 张贤氏子 他以625年奉为王氏子 然后他娶西人派的 江朔妻的女儿 但是 兵主胡乱当中 他1637年 成为清朝的人质 然后人主投降以后 这个氏子跟他的太太 然后他的弟弟 就是未来的孝宗 当时不是氏子 是大军 奉宁大军 然后他的太太 这样被清朝抓往沈阳后流 清朝的军队入关以后 他在北京跟耶稣会 传角是唐若王混亡了 然后大体上了解西方科学技术 跟天主教 氏子以后回到朝鲜 或许引起人主的意识 然后恼怒 我这样推测 1645年2月死亡了 所以他以后 没办法成为朝鲜的国王 我们这样刚认识朝鲜世子 但是我们有关他的记录 就是对他死亡的记录 人主事录 人主23年6月27号的记事 那边朝鲜世子死亡了 那么参加他的竹库祭的人 有这样的说法 请圆鼎之教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参加这个朝鲜世的竹库祭 竹库祭是什么呢 就是致死者生亡后的三个月 为这个所谓的竹库之期 竹库是什么意思 库要结束这个库吗 竹库就是指这三个月的话 可以就是尽量的库 那三个月之后的话 就是有那种定时库的一个 这样子 这个应该为什么这样做呢 是为了保障这个所谓的 扶伤的人的身体的健康 好 所以那个参加的人说什么 看到人说 具体近黑 这是什么呢 那个朝鲜世子的那个身体 对朝鲜世子的身体 然后蹊跷皆出鲜血 其色有类中毒之人 而外人莫有知者 尚意不知知也 所以朝鲜世子的实论里面的尚 是什么意思 指国王 国王 所以他们记载说 好像外面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实 然后国王的人族也不知道 这样有这样子的记载 所以朝鲜世子死亡以后不久 因为他有儿子 所以朝鲜 朝鲜里面的大臣们 他们建议 撤封朝鲜世子的儿子 要让他担任四孙 四孙就是人主过世以后 家奔以后 要让他成为人主以后 下一代国王 但是人主撤封的人 不是朝鲜世子的儿子 而是奉宁大军 奉宁大军是刚刚出现的人 是朝鲜世子的弟弟 那朝廷的撫尚问题 我在这里介绍 当时这样子的国王 担任国王的顺序 有一些发生混乱的 因为 当前世子的儿子 没有继承父亲的地位 然后他的弟弟出现 他的弟弟成为下一个国王 所以这边发生问题的是 人主他本来有王妃 韩氏人列王后 这是朝贤世子的母亲 他以635年死亡了 所以在取一个正式的王妃 所以既被造势 是张列王后 后来的人说 执翼大肺 但是他的出生年 比较晚 所以孝宗 后来成为国王 他的出生年 以619年 以659年他死亡的时候 虽然不是亲生母亲 但是执翼大肺还健在 所以他为了他的儿子 扶伤多久 这个成为扶伤问题 然后他的孝宗的王妃 就是人列王后 他以674年死亡 看起来这个执翼大肺 也还健在 所以王妃失望以后 也要讨论 这个身为母亲的人 为了他的媳妇扶伤多久 然后孝宗 夹奉以后 宣宗登基的 所以他们两位的扶伤问题 在宣宗时代发生的 我们先看一下孝宗的三年 宣宗他登基以后 1659年登基的时候 在朝义的讨论 先王孝宗的三年扶制 发生什么事呢 先王的长辈就是人主的继费 此一大飞的扶伤年限 到底是三年还是一年的扶伤问题 引发朝义的论证 其中大提倡男人派提出三年扶说 西人派主张一年扶说 两派反复争论以后 结果决定 依西人派的说来扶伤 所以他们朝廷决定了 此一大飞为了他的儿子扶伤一年 那为什么有三年的 有一年的这种不同呢 另外 第二个是仁宣王后的商礼 他宣宣15年的主后 孝宗的王妃 仁宣王后也过世了 他朝义再一次讨论 此一大飞的扶伤问题 因为此一大飞比较年轻 所以还健在呢 西人派主张 他可以为了他的慈意大佩 为了他的习服 可以穿九月的大功夫 商礼 那男人派以前主张 孝宗的商礼 此复男人派主张三年 西人派主张一年 那现在这个为了习服 再穿九个月 那男人派主张为了习服 要补伤一年 结果决定跟上一次一样 按照西人派的大功夫说 西人派的主张来举行商礼 那为什么发生这样子的争议呢 这种争议和孝宗的地位 规定有关系的 1645年 仁宗的第一个儿子 比长子的朝贤士子 他因为有病过世了 所以朝贤士子 当时已经有儿子了 所以这个儿子有继承权 但是朝廷决定了 朝贤士子的弟弟 让他登基为国王 所以这个朝贤士子的弟弟 是凤宁大君 他是仁主的赤子 这就是获来的孝宗 如果你立孝宗 登基为王的话 他本来是赤子 所以那把他赤子的身份 转变成底长子吗 还是讲这位仍然是为赤子 然后另外讲孝宗的王妃 是为慈宇大妃的底长子吗 因为第一个儿子过世了 然后赤子成为国王 如果这个国王 把他赤子的身份 转变成为底长子的话 他的太太的 也效忠的王妃 也成为底长喜 如果我们假设他是底长喜 假设第二喜 这个两个方面 慈宇大妃的扶桑年限都不同的 所以慈宇大妃为了他的底长子的话 他扶桑三年 为了他的底长喜的话 扶桑一年 如果孝宗登记以后 仍然是为他是人族的赤子的话 慈宇大妃为了他的赤子 扶桑一年就可以 为了他的第二喜福 扶桑九个月的大功夫就可以的 所以要把孝宗的地位规定 改变还是仍然是为赤子 这样子的不同的场合 都有不同的扶桑年限 那么在这里介绍一下 当时在朝廷里面 进行的讨论内容 有代表性的两个 在这里介绍一下 《贤宗十路》里面 对《贤宗大妃行葬》 这个内容的一部分 好,那我们请原庭住家介绍一下 前掌令许牧 上书论大王大妃服 效忠大王姬治之师 这是什么意思? 大王大妃是谁? 实义大妃 效忠刚 过世 所以他们想要决定 朝廷想要决定 他的扶桑年限是 一年的扶桑 他们要决定一年的扶桑的时候 许牧先生 主张这是不对的 他引用的书籍 跟内容 我们也等一下介绍 他引用的离 就是以礼 那家树是什么时代的呢? 是唐朝甲冬念的柱树 树 树是先扭柱 然后对柱的解释就是树 在这里支吹是什么呢? 它是跟展吹比较不重的 那它一样是以这个所谓的 粗麻布制成的布 然后支吹的话会缝起来 但是展吹的话 则不会缝边缘这样子 然后就是儿女为父母 媳妇为公婆 这种仔细决心得 则会穿这种展吹 所以在这里是 支吹三年 就是因为 为了这个孩子 穿的嘛 不过我们在这里发现 第二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用字 因为第二个儿子 应该不是长子吧 如果长子的话应该不是第二个 但是他们 孝考就是已经过世的孝宗 是已经过世的人 孝考就是已经过世的人 孝宗是人主的第二个儿子 但是因为他继承王位 所以在家长子 那他的主张呢 他是什么样的主张 先要看 这个仪礼是什么样的书 仪礼是所谓的 国家的礼仪的书 所以他按照国家礼仪 来判断 这个福桑年限 那许牧就认为说 竟然孝宗已经继承这个宗庙 所以他就要变第二长子 所以这个大妃的话 应该为这个孝宗 支吹三年 但是刚刚实际上 执行的就是几年呢 只有一年而已 已经穿了一年 所以他 许牧先生主张 那个一年是不对的 应该本来要支吹的三年 然后对方 跟虚目不同的意见的人 对方主张提而不正 提是他本来是 这个 人主的 正式的儿子嘛 所以提可以 具备也提 但是不是正的 因为他本来是第二个儿子 所以对方主张 效忠的 地月就是提而不正 所以 不可以三年补伤 他许牧先生 对这个主张的不对 那对方的主张 也要仔细的看吧 那么跟这个 许牧先生不同的意见 有介绍 有两位的意见 一位就是 宋俊吉先生 另外一位 跟他一样的 意见的 宋实烈先生 他们两个的说法 好,请 左参战 宋俊吉曰 假令人家有十余子 将传冲祭始 皆可扶展乌 好,那在这里他的意思呢 什么意思 假设 假设就是一个人家有死口的克制 在传承的时候 该接连续死亡 连续死亡的时候 难道他们全部都要扶展 是 因为第一个儿子死亡的话 第二个儿子成为第二的继承者 他已经 他变成第一个儿子 他也死亡的话 他作为第一个儿子 不上三年 然后第三个儿子继承 又死亡的话 他也成为第一个儿子 所以为了他不上三年 全部都补上三年吗 他这样问的 著书记名言 第二子以下为数子之意 而许墨必妾子当之 不知李毅果如是否也 那第二个儿子以下 这边的人叫做数子 那许墨先生 对这个数子的解释是什么呢 是 他把他认为说 数子是妾子的意思 但是他们的意思的 数子是什么呢 是单纯就是第二个儿子 第二个儿子 第二以下的儿子都是 他们说可以叫做数子 这样子的 然后呢 有获者之论 帝王家以祭统为咒 太上皇为侍君 虽之子录臣者 当伏三年云 此者无论政体非政体 皆可伏三年也 嗯 所以又有另外一个人的主张里面说帝王家 是这个继承王统是非常最重要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成为继承者的话 不管他本来是次子还是第三子 第四子都已经入成者的话 都为了他补上三年 这样子的发言 对他们来讲 这个是正体跟非正体的区别都没有的 所以这样不要区别 全部要补上三年吗 他这么问的 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 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然后跟他同一个意见的 宋实烈先生的意见呢 又赞成宋实烈 圣言姬字之非诗 且饮离经长述之说 曰素子之称故妾之也 然人均母帝意味之素子 然则孝宗道王 不害为人主道王之素之也 他们在引用这个礼记的内容来解释 但是我们在这里 圣言姬字之非诗 我们圣言这样子的弹词 看到这个弹词的时候 可以推测 应该写这篇文章的人 不是站在他的立场的人 因为不会 如果完全站在他的立场的人的话 应该不选择圣言这样子的话吧 然后他的在这里解释的重点就是素子 因为许牧先生他们素子解释为妾子 但是他们一直主张 我们讲的素子不是妾子 这是国王的同一个母亲下来的弟弟也可以叫做素子 所以孝宗道王 因为他是朝贤世子的弟弟嘛 所以他说把孝宗道王可以叫做 可以称他人主的素子这样子 因为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们说 怎么会怎么敢叫现一代国王叫做素子 所以他们一直解释 我们讲的素子不是妾子 好那这个时代有一个人叫做都圣政 他上书 他的上书的内容 我们在这里稍微看一下 那先解释当时的前后情况 但是发生什么事呢 朝宪朝廷 决定西人派的大公府说 举与丧礼时 他住在大丘的徒者 都圣政就反对朝廷的决定 这是什么时候的 那个是应该不是孝宗的丧礼 这个是孝宗的王妃 他死亡以后又决定大公府的丧礼 他前一个孝宗的时候 西人派决定一年的丧礼 所以这是孝宗的王妃死亡的时候 已经决定大公府丧礼 然后他带着苏文走向汉城 因为老了然后又生病 所以花了一个月 直到汉城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事实上桑林已经定案了 但是他不庆 所以就是贵府在那个殿琴的地上 然后请求改定桑林 那半个月后的话 这个意见就被拆纳 嗯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他在哪里 他大丘 是现在的特殿 这里 大丘 这边 出发 然后首尔汉城就是这里 所以他从这里走着走着走 然后中间生病 然后到首尔已经快一个月 所以他这样到汉城的 他的上书里面的核心主张是如此 这是玄宗十六 玄宗十五年七月六号的记载 离以为国 圣人民训 离获一窥 我谁以亡 可不胜灾 所以他在这里很大胆的说 如果有离的这个方面 有一点点的错误的话 国家应该随着他灭亡了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杜孙正先生是住在大丘的无名的儒者 他没有当过官 他是一个读书人 我一直想调的朝鲜时代儒家士大夫 有代表性的 他虽然没有当官 但是他认为我要把这个国王 引导正道 这个就是我的责任 这样子的 斯大夫 一个很平凡的普通的读书人 他说什么呢 凡有血气 属无害愤 而内怀寓 寓意外乡届次 尚无一人 为殿下 发口言者 尤为国有人乎 为事 理智一智 为事所会 人皆爱生 莫敢开会 指此莫重莫大 不可不言之计 而算以寒莫为上 在朝之公义里面 在也之士气沮丧 好 因为当时 全国的儒生 都大家参加 这个扶伤问题 朝廷的扶伤问题 所以 朝廷 就是下令禁止 全国的纷纷参加 朝廷扶伤问题的乳生 所以 大家都 已经 有生命的人 都 认为这个有问题 但是没有一个人 为了 这个国王国家 就是殿下 开口 所以他认为 这样子的话 这个国家 到底算有人吗 所以 我们 看到 这种 就是 说法的时候 发现 哦 这个是 没有官司的 是 地方的一介儒生 真的很大胆的 说出来 他在这里 在以教训说 这个因为有 朝廷有这样子的命令 所以 全国的儒家 儒生 他们对离这个一个字 都要 这个是 社会都所会的 但是 然后大家想要 明哲保身 所以 不敢 开口 讲话 但是 他认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不 要发言的 不可不 要发言的 但是 因为很多人 认为 最好 不要讲话 默默的 等一下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做 所以 与当时 朝野的 这种公义 都已经明灭了 好 这个 士气 已经沮丧 博士至此 凌目寒心灾 殿下成人 渤然悔悟 替然自审 明教礼官 想考典礼 隔期插庙 复习政治 幻将匪物之教 坏事中外之祸 则送中之灵不判 掌笛之意克免 金正道合 参载之举 一连新邦 及今日其会也 如是而不能快乐明星 明定国事 则虽受梦言之诸 诚实甘心疑 所以他在这里提出 那现在的情况 是不可以 不行这样做 所以他提出 解决的方式 又有什么样的呢 读政事先生 他希望这个 国王可以 赶快就是 改过 就是赶快 改变这个 现在这个 扶桑的问题 嗯 然后要改革所谓的 扶桑的理智的问题 所以他希望 想考典礼的问题 然后改革这里 然后要让这个 所谓的 中央 以及地方上的 士大夫们 了解这个 问题之所在 嗯 最后的话 这个所谓的扶桑问题 就可以解决 嗯 那也所谓的 涨底这个 的意义 也可以了解 嗯 那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就是 可以跟国家的 未来息息相关 嗯 所以 哦 我们啊 在这里不知道 哦 这个撰写的 人的名字 或者身份 直看这个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 很担任 非常重要的 角色的 人的 发言 一样 所以 哦 我在这里 有提出的就是 嗯 十七世纪就是 士大夫的时代 我这样子的 主张的 嗯 那 故乃言之 就 杜森正永先生 他的意思在于 嗯 嗯 为了 此意大飞扶桑 今年才是 回复正道之举 嗯 嗯 乃 不辞 千里上井 然后 他一直那个 复习 嗯 奏秦 撤销 啊 以前 已经决定的 大功夫商尼 要 撤掉 因为 凤零大军 就是效忠啊 他是 人主的赤子 雖然是赤子 但是 嗯 就杜森正先生 来讲 他一旦登基 就 啊 必须将他的 这个地位 啊 更改为 底长子 啊 这样才能够保持 就是朝鲜王朝的政统 是杜森正先生 啊 啊 的想法 那么 对这个 杜森正先生 啊 这样的大胆的发言 啊 当时的朝鲜朝廷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啊 当时国王 选中 他 看到他的素恩 以后 他对九个月 大公府桑尼 重新 旧恩 的 所以 他重新旧恩以后 啊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啊 啊 后来 九个月的 福桑年限 改元一年 就是杜森正先生 讲的一样 这样改了 然后 之前 决定九个月的大公府的 桑尼的 主体 他们都被赶走的 所以 当时的李毅正 啊 金兽宏 啊 他照流行 然后 子政党的西人派 都被 驱逐 然后 杜森正 他啊 只不过是一介儒者嘛 啊 他 毕生 都在乡里 离首尾而远的大丘那边生活 所以 他跟中央权贵 毫无关系的人 他病辞 士精神 然后 为了松中之离 武汉 然后 掌地之义 克敏 乃万事不辞 敢上述国王的 所以 我们啊 不能说 这个桑尼九个月一年 到底有什么关键 啊 这无所谓嘛 啊 我们不能这样子的反应 对他们来讲 啊 国王的 正统非正统的问题 是非常的关键 啊 在这里解释一下 那朝鲜士大夫的存在意义 哎 我们 先思考 这个杜森正先生的例子 他年纪已经超过七十的人 他不是为了当官参与国政 而是为了 为了 喂到 不喂死 他肩负其有 向这个 建议大夫的职责 他拼命上书建议国王以正道自诩 这个就是奴者以幽国幽君为己任的本色 而从奴者的这个建议 国王 纳建 这样子的 和他们的互动 从这种互动我们 可以知道 地方的小儒者 在朝鲜社会 具有崇高地位 跟他的发言权 无论有关 无论有关 没有关职 只是儒家 士大夫在朝鲜都自觉 拥有 军有国的 义务 和参与政治的群力 所以当时的 读儒经的所有的士大夫 他们都认为自己有责任 引导国王走向正道 成为圣君 这个就是朝鲜历史上 屡建不先的这个例子 也是朝鲜儒学史上 支撑朝鲜王朝的 长治旧安的核心力量 就是儒家士大夫阶层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韩国社会 严厉批判儒家 儒家也从来没有 和认过邦国 存亡 跟他们有关系的 换言之 韩国在善事国家之前的时候 儒家士大夫 和作为他们的思想基础的 著作学 必须承担起邦国 圣衰兴亡的责任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他们也一不容辞的事 所以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批判儒家士大夫 批判他们拥有的 著作学思想的浪潮 开始抬头的 杜盛正先生的上述的行为代表什么呢 这个代表当时的读书人 当时的知识分子非常注重 这个国家的正统的问题 然后国家民意的问题 那我在这里 再介绍一下 完全不同世界的一位 威廉格莱斯敦先生 他是十九世纪生存的人 他后来在英国当过首相的人 我想请袁廷助教解释一下 他是什么样的发言 这个发言的背景是 当初中国跟英国因为鸦片而起冲突的关系 那这时候英国为了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所以决定派兵来攻党中国 在他们国会里面投票 对 在国会投票的时候 威廉格莱斯敦先生 他就认为说 这样的战争是非常不名誉的战争 那是会添误我们国家的名誉 是 所以政府推动的焦点就是国家的经济利益 但是他在这里提出另外一个英国民运 虽然我们把他的这个发言全文 当成一个从普遍性的人类爱的角度来解释 但是至少可以认定 他的角度是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投票的结果 有没有受他的言说的影响 有因为他最后在最后只差了9票而已 就差了9票而已 不知道最后还是通过了 所以虽然最后的结果也决定了要开战 但是当时的英国有很多存在过的有很多知识分子 当中也有这种知识分子 那国家推动的内容 国家需要的 当时社会需要的人才 大家都有知识的人都注目 这个国家需要什么人才 因为我想要成为这个国家的人才 这个社会的人才 但是也有我们现在的话 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也很重要 在这个社会上需要的人才也重要 但是也应该需要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我在这个礼拜提出的思考问题 就是这个 到底人才是什么样的 什么是人才 然后社会的需求跟人才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 我们希望大家思考看看 好那今天的课长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